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到湖东社区调研 并就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其一重要讲话精神 讲专题党客 他讲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坚持以百姓之心为心 持续强化党建引领 着力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不断巩固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坚决守住 为民出心 景俊海走进湖东社区 详细了解疫情防控 基层治理 为民服务等情况 并与社区工作者亲切交流 他强调 社区工作联系千家万户 服务百姓民生 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牢固树立宗旨意识 进一步整合资源 服务群众满足需求 要加快推进基层治理 网格化 信息化 吸引更多群众参与进来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要大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在疫情防控等重大任务中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真正把基层党组织 建成坚强战斗堡垒 在讲专题党课时 景俊海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是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旗帜 坚定自信 笃定前行的政治宣言书 是坚持真理 与时俱进 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 刚领性文献 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科学指南 我们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深刻领会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 深刻领会建党百年的光辉历程和封功伟绩 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 深刻领会新征程上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 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 景俊海强调 做好社区工作 必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其一重要讲话精神 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 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 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 做到物于心 见于行 落于时 真正打通政策执行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一要提高政治引领能力 推动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 把社区党组织建设成党领导基层治理的 坚强堡垒和服务群众的有效载体 二要提高服务群众能力 用心用情用力 解决好群众关心的操心事 烦心事 揪心事 三要提高助推发展能力 积极服务民营经济 服务业发展和消费提升 四要提高维护稳定能力 切实把矛盾纠纷和苗头隐患消除在基层 五要提高改革创新能力 不断丰富自治内容 推进社区智慧化建设 促进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 提制升级 景峻海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固树立 大抓基层鲜明导向 推动政策资源项目等更多向社区基层倾斜 加强工作指导和支持 及时解决实际困难 更加关心爱护社区工作者 为社区工作有效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胡家福张恩惠参加活动 今天省委书记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景峻海 主持召开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7次会议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20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充分发挥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作用 为吉林高质量发展 释放活力增添动能 省长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韩骏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20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审议通过关于支持白山市建设建行 两山理论试验区的意见 吉林省关于加快建立健全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实施意见 关于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 加快推进数据有序共享的实施意见 吉林省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方案 会议指出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进一步畅通经济循环 必须找准问题征结 攻克痛点读点 以重点突破引领整体推进 要着力强化要素供给 构建协同创新体系 促进土地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 有序流动高效配置 要深化放管服和最多跑一次改革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要加快推动长春与吉林 长春与四平一体化协同发展 大力促进长春市吉林大学 与各市州对接合作 构建我省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着力补短板 堵漏洞 防风险 手底线 坚决防范和遏制 重特大事故发生 会议强调 提升种业发展水平 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大局 要加强基础性前沿性研究 打牢种制资源基础 培育和推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极细新品种 要进一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抓好育种研发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 不断增强种业核心竞争力 要持续强化种业治理能力 加强市场监管 规范市场秩序 维护农民利益 确保种业良性健康 可持续发展 会议指出 加快生态强省建设 是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推动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的重大举措 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 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启动实施林草师生态联通工程 全面推行林长制 进一步夯实生态底色 要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积极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 要突出抓好揭杆综合利用和进烧管控 强化茶干湖 东辽河等重点流域水环境治理 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解决好群众关心的突出环境问题 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会议要求 要扎实推进我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建工作 充分发挥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浑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长春新区 梅河新区等开放平台作用 适时筹备办好中国东北亚博览会 全球集商大会等经贸招商活动 进一步提升我省对外开放水平 8月17号到18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骏 到沿边州调研 他讲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 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 让农民富起来 让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坚决扛起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政治责任 加快问题整改 加大保护力度 努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 汪清县天平村是脱贫出列村 在脱贫户家中 韩骏查收入 问健康 看房屋 鼓励大家进一步坚定信心 依靠双手勤劳致富 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他强调 要围绕产业兴旺 生态移居 相逢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总要求 坚持四个布斋 加大力度 创新举措 健全 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机制 坚决防止规模性返贫 要注重扶贫产业后续长期发展 加强扶贫项目资产管理 做大做强肉牛 小木耳等优势产业 打造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 促进脱贫人口 稳定就业 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 要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开展千村示范百日攻坚 因地质疑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持续改善脱贫地区等广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条件 要结合实际 推进一风一俗 形成文明相风 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 要发挥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重要作用 选优配强基层干部 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 合力推动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研编畜牧开发集团和吉兴牧业公司 是研编黄牛 种 养 家 销一体的肉牛企业 韩郡丁竹企业 要坚持市场导向 扩大养殖规模 打造高端品牌 推动全产业链发展 加强与高校院所合作 推进研编黄牛等优质种制资源 保护研发利用 丰富金融产品 扩大信贷投放 合理确定贷款期限 满足养殖户和企业融资需求 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和其他空闲土地 保障肉牛产业发展合理用地需求 要坚持专班推进 实施重点企业包保 解除企业的后顾之忧 在汪青县桃园小木耳产业园 韩郡强调 木耳产业是富民强县的好产业 要坚持向品质和品牌要效益 对标一流标准 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木耳 打造成全国知名品牌 要为农户提供技术销售等配套服务 带动农户增收和现与经济发展 在浑春房川朝鲜族特色民俗村 韩郡强调 要做好乡村旅游资源普查 坚持科学规划 强化产业发展要素保障 加快打造乡村旅游升级版 建设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 为详细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问题整改工作进展情况 韩郡深入浑屋高速公路 防川制浑春段项目现场 与交通林业等部门和当地政府 共同研究项目设计优化 路线调整等制约发展难题 要求科学论证尽快调整到位 确保按期完成整改任务 在延边大学浑春校区 东北虎豹生物多样性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韩郡强调 要综合运用天地空一体监测体系 开展动态监测 努力提高群众保护生态 保护虎豹意识 要统筹兼顾虎豹生存空间 和群众生产生活空间 构筑分区合理 功能明确的空间布局 进一步保护生物多样性 提高国家公园建设水平 浑春是我省面向东北亚开放的桥头堡 韩郡来到浑春宗保区 考察跨境电商保税仓 和监管中心运营情况 要求充分发挥政策优势 提供优质服务 加大跨境电商出口加工等领域 招商引资力度 吸引更多企业入区发展 探索推进保税租赁服务外包等新业态 进一步做大规模提升档次 把更多本地产品卖到全球 更好服务及临振兴发展 田锦臣安贵武参加调研 我省各地各部门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 激发党员干部 干事创业为民服务的热情和决心 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四平市以红色文化为引领 积极推进四平市红色旅游发展规划实施 和红色纪念场馆升级改造 提升人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满意度 以项目建设为支撑 加快红色景区景点建设 以红色旅游引领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同时达号四平市图书馆 博物馆 大剧院和华冰馆项目建设的收官之站 在辽元 郑树局将14条政务服务热线 整体并入12345市民服务热线 年底前实现一个号码对外服务 和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 认真落实好习近平总数据的七一讲话精神 彻底解决政务服务热线 号码多 号难记 话难通 多头找的问题 针对企业群众的关心事 烦心事 做到接速即半 诉求直打并照 提高换出效率 柳河县投资831万元 对柳河县职业教育中心 驼妖领镇黎明小学等11所学校 进行基础设施维修改造 为了不影响学校教学 教育部门提早完成了可研编制 立项批复 图纸设计等前期工作 中标单位制定了详细施工方案 目前有9所学校项目已经完工 秋季开学 即可投入使用 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话中说 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和人民群众极难筹办问题 作为教育部门 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司令学生 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享有率 致力于办学质量提升 保障学生就近接受 良好公平教育服务的权利 通话县政协创建了 点站台威胁商工作体系 形成线上社情民意 随时上报 随时转批 定时反馈的运转模式 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被列为快件的重点问题 组织开展 相应的专题协商活动 15个工作日内 由政府部门 对社情民意办理情况 进行反馈 年初以来 吉林市坚持 稳中求静工作总基调 狠抓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石化 冶金 化鲜等 传统产业全面回暖 新材料 精细化工 医药 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增势强劲 全市经济呈现稳中加固 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 我现在正在吉林国星碳纤维碳化一车间内 我身后就是吉林化鲜 1.5万吨碳纤维项目 于今年8月9日正式投产的第二条生产线 这些生产出来的碳纤维可以应用在光伏 风力发电 汽车轻量化等工业领域 目前 碳纤维碳4的订单源源不断 已经排到今年年末 7月15号 吉林化鲜1.5万吨碳纤维项目的首条碳化线 实现一次开车成功 刷新了我国同级别碳化线安装的记录 企业计划在10月底将第三条线和第四条线也陆续开车 从而释放更多产能 2021年企业年产能将突破1万吨 在12月初左右 我们还有一条大线和两条高性能的碳纤维线 也会相继投入生产 以吉林化鲜为龙头 三年左右的时间 碳纤维产业能达到500个亿的产值 争取到14、5末 碳纤维向千亿级的产业迈进 在位于吉林高新区的富澳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原厂生产线搬迁和新设备调试也在紧张进行中 作为一汽大众 上海大众 一汽轿车等多家知名企业的A级供应商 企业正在加快建设 年产7万吨汽车紧固件项目 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企业的产品供应能力 实现年均销售收入12亿元 投资设备现在已经完成了80%左右 搬迁设备大概完成了20%左右 预计今年年末能全部打产 石化 化仙 汽车零部件等传统产业老哥新唱 新产业新项目也在吉林市落地生根 作为吉林市今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傲卖加海 海洋文旅综合体项目 目前已初见雏形 该项目已打造中国城市水族生物旅游度假目的地 点范为目标 融合旅游度假 休闲娱乐 文化体验三大核心功能 投入运营后将填补 我省大型海洋馆旅游业态的空白 对吉林市旅游产业升级 完善旅游服务体系具有巨大带动作用 目前地下一层已经施工完成了 正在进行地上的主体工程施工 预计10月份1号楼和3号楼的主体完成 力争明年的11对吉林市民营业 今年以来 吉林市紧紧围绕六大产业集群 和13个重点产业 全面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 精准对接目标企业 大力推进高质量招商项目加快落地 截至6月底 吉林市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241个 投资额达1848.7亿元 招商引资到位资金305.9亿元 同比增长65.3% 市政府建立双周项目调度机制 主要领导带领相关职能部门 针对年初以来参加各种招商活动 新达成的182个项目 以及签约未开工项目 逐一研究解决制约项目落地的平均问题 今年上半年吉林市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8.1亿元增长9.8% 规模工业完成产值843.7亿元增长31.6% 工业增加值完成142.3亿元增长16.2%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62.7亿元增长17.6% 地方级财政收入增长19.3% 全市经济发展始终保持稳中加固 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 据吉林省水利厅8月19号80统计 目前我省白沙滩水文站水位135.62米 较昨日80水位回落0.10米 超警戒水位0.49米 月亮泡嫩江水位133.07米 较昨日80水位回落0.05米 低于月亮泡库内水位0.05米 月亮泡水库水位133.12米 训水量10.17亿立方米 较昨日80水位下降0.04米 超训线水位2.12米 大赖水文站水位132.18米 相应流量6480立方米每秒 较昨日80水位回落0.09米 超警戒水位0.44米 目前吉林省水利厅密切监测 雨情水情和工程运行情况 并已向白城市松原市 镇籁县大安市 钱国县和福渝市水利局 发出松花江干流 嫩江洪水风险滚动预警 提醒做好相关应对工作 下面播发吉林省人民政府 关于评定董红业为烈士的公告 董红业男1979年7月16日出生 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生前系焦和市白石山镇 同青村党支部副书记 2020年9月4日 焦和市白石山镇连续多日降雨 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董红业同志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不惧危险带头深入险境转移群众 在阻止山塘溃坝过程中 不幸被洪水卷走 英勇牺牲 根据烈士包扬条例第八条 第一款第二项 抢险救灾或者其他为了抢救 保护国家财产 集体财产 公民生命财产牺牲的 评列情形规定 2021年8月3日 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 评定董红业同志为烈士 国内新一轮疫情发生以来 我省各家医院都加强了疫情防控工作 而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 已经成为我省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举措 针对德尔塔毒株在国内引发的疫情 我省严格落实 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 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八版 建立了中医专家与西医专家联合会诊的 中西医联合诊疗新模式 一旦出现感染该变异病毒株的确诊病例 或无症状感染者 将立即启动中西医联合会诊 中医专家进行会诊开放 百分之百全疗程应用中药汤剂治疗 针对这次德尔塔尔病毒 其实大家也不用恐慌 一方面我们要注射疫苗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应用中药来进行治疗 不论病毒怎么变异 中医治疗它都是针对人体应用药物 来调整人体的免疫力 发挥你自身的力量来消灭病毒 年初以来 我省已累计对通化和长春等地 1.9万多名密接次密接集中隔离人员 及全部无症状感染者 进行中医药干预 超过12万普通民众 接受中医药预防措施 中药代茶饮方 寒湿义方 清肺排毒汤和其他中药汤剂 及中程药 有效发挥了中医药健康干预作用 我们以同院室 同小林院室为首的课题组 在武汉进行了研究 中药和没有应用中药进行对比 使重症率降低 为实现中医药医疗救治 新冠肺炎患者全程参与 做到中医药预防干预全覆盖 我省不断完善中西医协作机制 过去疫情发生期间 在新冠肺炎患者治疗定点医院 开展了中西医联合查房 联合会诊 实现了患者入院后 有中医医生进行辩证诊疗 两小时内中药免检颗粒配送到位 医疗救治过程中 省中医药全程深度介入治疗 确诊病例参与救治率 及无症状感染者干预率为百分之百 在康复治疗中 中医按摩等保健方法 八段筋等健身方法 广为应用 有效促进了患者心肺功能康复 就是在康复它这个方面 更有其独特的优势 在肺部吸涕 在肛功能转变 在嗅觉味觉失常 在其他的肛食指阳性 转因方面 我们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和提高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8月18号0至24时 全省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提醒广大公众 当前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形势依然严峻 接种新冠疫苗 是预防新冠肺炎的有效措施 请广大群众主动尽早接种 大家要恕劳常态化防空意识 坚持外出戴口罩 勤洗手 长通风 保持社交距离 不聚餐 不聚集 减少疾病感染风险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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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